他不能出去啊,如果是这样 欢迎来到一顺慈祭青年中心的近世书宣 这是我们的师父,正言法师,也是此季的创办人 那在近世书宣,大家可以看到有关于上人的一些开示的书籍 还有我们慈祭的故事,从近世,散户,心联到点灯 那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有近世义 近世义其实就是给人每天的一句好货 所以其实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也可以送给朋友 那也有上人的一些随言开示的书 然后有我们慈祭志工的一些见证的人生的故事 就是自己如何翻转人生 在基础了慈祭过后的一些真人,真事,真故事 那我们也有就是一些关于环保的书 这本书是化费为宝 就是我们如何利用一些回收的物品,可以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 那在这边有我们的环保餐具 然后我们的香鸡饭 就是其实大家如果要乳素,吃素,不懂要如何吃 那香鸡饭就很方便 只要泡水20分钟就可以吃了 那再过来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就是蔬食的书,一些健康的营养书 也有一本,等一下我会来为大家做介绍的 那也有我们的叶子餐 就是我们在生了孩子过后呢 但是自己又是乳素,要如何来保养身体呢 那这边大家有看到的是我们的净丝菌草的系列 让大家在乳素过程也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 这也是我们的高蛋白 因为有时候大家在乳素的时候会担心我们的脂肪不够 那大家可以来补充 那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些酵素可以帮助我们来做消化 那早餐大家可以吃吃我们五股粉 我们五股粉真的是很香 然后有不一样的口味 所以一定有一个可以适合你每天早上重来喝的 还有就是大燕麦 大燕麦是让我们补充纤维最好的 看我们的大燕麦这么大包 让我们其实可以吃满足的 就只要早上泡热水 然后再把我们的股粉加进去 然后就有一餐可以很健康 然后又很简单的一个早餐 那这边有一些我们的最近的一些酱辣酱料 那大家如果要准备食物给家里的人 那觉得不要太麻烦 那可以用我们的蔬食面只要三分钟 再把我们的这个药膳酱料 这个我们这个很好哦 加进去然后拌一拌就可以是也是一餐了 好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小孩子的一些书籍 让小朋友来这边可以来书圈做做看看书 静静心 那另外一边也是有我们的环保的一些包包 用就是回收的一些保特瓶做成的 好大家好 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 我是书萍今天的说书人 那大家现在是在直播 直播的直播 那用肚子翻滚书的新加坡 那今天我们是在慈祭的青年中心 在怡孙的静思书圈 所以大家在我的背后可以看到我们的静思 静思一幅很漂亮的图 所以那天也发现说 其实这边是一个打卡的地方 很多人来到这边其实都可以拍照 那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 他的书名叫做发现纯素好味道 那这本书其实它是由一对夫妻所写的 来大家来看看 就是这一对夫妻 那女的是唐唐老师 男的是他先生也是日本人 就是我们的早一女老师 那他们两位呢 其实非常喜欢的吃 也是非常喜欢的做菜 那也自己吃得好吃的呢 也希望说把这些好吃的蔬菜 如何来教大家 那这本书我觉得它的特色是因为 它其实蛮简单 也很容易如何来煮 即使是自己不懂得如何煮的人 也会懂得如何准备一餐给家里的人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非常回念我们妈妈所煮的味道 有时候要回家 因为不是新加坡人 有时候我们要回自己的故乡的时候呢 总是会先打电话回家 跟妈妈说 我要吃什么 我要吃什么 虽然是说有时候在外面吃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食物 但是最终家里的味道是最难忘记的 因为里面有满满的幸福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也希望说 虽然是蔬食是原始的食物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弄成一道很幸福 很好吃的食物 那我们就进到里面呢 这本书 那大家从前面 其实它总共 书虽然是薄薄的 这样一本 里面有108道的菜 那它在前面也有注明说 哪一些是无油的 哪一些是减油少油的 所以非常容易的来找看自己所喜欢的一些食谱 那唐唐老师 他在这边就说到呢 其实我们 为什么要蔬食呢 那他有给了这样的一个 10个幸福的一个好理由 这边有10个 第一个其实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过敏体质 因为是透过他自己孙子的一个经验 所以发现自己孙子的一个过敏的体质 其实经过了一个蔬食的一个饮食方式 那可以得到一个改善 那第二也可以稳定情绪改善我们脾气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发现 我们如果看看大象很大只 牛也很大只 但是它们都是吃素的 它们的脾气都很温顺 反而我们看看老虎啊 狮子啊 虽然个子不大 但是看到它 我们其实都会怕 尤其去动物园的时候 都不敢走靠近它们 然后第三也可以降低 这个痛风关节炎等的发生机率 因为蔬食里面有这些矿物质 维他命这一些 其实可以就是减低这个发炎 那第四就是牵体窈条 帮助体重控制 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我们女性来说 体重啊 身材啊 是非常的 对我们来讲啊 就比较会注重在这一块 那第五还有就是 可以帮我们清除我们体内的垃圾 可以养颜美容 然后这样党顾出那 避免心血管疾病 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的肠道 颤通 然后还有避免这个大肠癌的发生 第八 那其实就是尊重生命 爱护动物 那有时候也是想想说 你看我们吃 有时候可能就吃那么一小块的肉 但是这样的一小块的肉呢 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生命 一个动物 然后就想到说自己以前的时候 其实在十多岁那去巴上买菜 就会看到那边有卖猪肉啊 那以前的猪肉是整只这样过在那边 看到那个猪头 看到那个血淋淋的 就会想到 其实我今天买回去的一块肉 也是一个生命来的 而它其实就是这样静静的躺在那边 然后让我们来吃 然后从那一次开始过后呢 其实我那时候就不敢再开始吃猪肉了 然后第九呢 就是我们的节能减碳 还有就是可以来保护环境 因为这个乳素 其实也是一个环保的一大块 然后第十呢 蔬食容易存储 更环保 吃到有些时候 你看我们如果是吃荤食 我们有鱼啊 有肉啊 一旦这些食物 臭的时候 大家其实会发现 它的味道是非常难闻的 但是蔬菜呢 它其实就有蔬菜的一个草根香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我们其实 大家都知道这些理由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去吃蔬食呢 所以如果五肉不换要怎么办 所以这老师也有讲 如何来改吃我们的这个粗食 就是潜移默化 然后慢慢建好这个正确的观念 然后无论在家里或者职场 不要放有害的健康的食物 或垃圾食品 那空腹的时候 其实要吸收就是健康食物 还有就是循序的渐进 逐步改变这个饮食习惯 有时候我们跟朋友说 你马上要如素 可能大家马上给你一个脸色看 所以透过这本书呢 它其实我选书的原因 有时候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厉害主 以前是妈妈主 然后家人的过后就是家婆主 所以主要就是容易简单 自己可以煮得到的食物 然后我就选了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看哦 这个其实水果这个运萝卜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吃 我们会担心他们所用的油 或者里面有鸡蛋 但是这个你看它的材料其实非常的简单 而且如果不要放砂糖 我们跟它代替为这个枣 其实也可以 所以我今天做出来的就是用这个枣来代替的 那吃了其实没有负担 然后在这边它可以教我们说 如何来保存哦 这个很重要哦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了 但是吃的分量不多 又担心它会坏 那它可以教我们可以收多久 那如何来做配它 就是我们可以做萝卜 然后可以做其他的一些酱料 那不要黄粒也可以换成其他水果哦 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这个mayonese 常常我们会拿来涂面包的啊 那它这边其实也没有用到油 然后我用这一个呢 其实就加了我们的树香松 帮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就是我做成的 这个是我们浸湿的树香松 这个就是也是另外一种酱料 就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做成三文字哦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看 但是吃不到哦 改次你要来苏宣找我 然后我教你怎么做 那在这一边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酱料 尤其我们看到零失败的 这种烤酱零失败一定要做 因为有时候做不成功哦 然后还要自己吃是很惨的一件事情 那这边它其实还有教我们如何煮汤啊 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高摊很难煮 但是它这边的其实都很简单 然后如果自己想做面也可以 自己没时间做面 也可以请过我们的近视蔬食面哦 很方便三分钟就好 所以我今天做的就是这一个南锅水果这个沙拉 那我还加了青色的绿菜在里面 所以它有教我们如何来做配它 然后这个avogado 我今天也有做了自己也试了 真的是非常好吃 已经连续吃了几天也很好吃 那最近其实也有很多人在挑战健康21 就有一些食品觉得不可以就是煎炸 但是这个其实这边也有教如何来制作这一个健康的青菜 那它后面就有到了一些养生 养生如何养生 如果我们要养生我们进血抗癌我们可以煮长的一个食物 它在这边的讲解呢 其实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大家只要跟着做一定做得到 然后有粥啊 然后后面还有就是大家想要煮汤啊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 它这边都有写 然后还有这边就是鼓舞的这些健康 坚果的健康饮 那如果是我们早餐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这个香蕉坚果五穀奶昔 那那天我比较懒惰的话 我可以用我们的五穀粉来代替 好 今天这个一定要介绍 因为自己本很喜欢吃French Toss 尤其是有剩的面包的时候 但是French Toss都是用鸡蛋 现在鸡其实都是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它们被养在一个很小的空间 所以今天其实它可以叫我们用 这个树蛋吐司 就是这一个 其实也是用药果跟香蕉做的 吃起来也很好吃 一样的 大家真的可以试试 尤其是就是我们不用鸡蛋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可以做出一个好吃的French Toss 也可以做给小朋友吃 所以今天其实大家就来到我们这个 金氏书宣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特色 其实外面的风景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常常也有人闻名而来 就来这边拍照 看景色 那天也有一位小孩子 他说他很喜欢来看这边看落叶 因为可以让他静下心 小孩子都会欣赏 然后他在外面他就会很好动 但是一进到书宣里面 他就会觉得说 这边的景色 这边的一个环境 可以让他就是好好的静心 可以让他好好的坐下来看书 所以也欢迎大家 可以来到我们的金氏书宣 我们除了我们金氏产品 我们也有很好喝的饮料 有我们的芝麻糊 可以补盖的 也有我们的一些小叶红茶 乌龙茶 还有我们的环境荞麦茶 是没有咖啡因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欢迎大家来 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 蔬食其实非常容易 我们只要有对的食谱来说 其实我们都可以煮得到 那当我们煮得到时候 旁边的人朋友 他们都会觉得说 吃素其实并不难 其实而且可以吃到非常的健康 健康就到这边 好感恩大家 那大家如果对这本书有兴趣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金氏书宣 感恩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